好 歡迎收看請問康健 請問康健今天現場特別喔 直接來到台北國際書展的現場 今天來賓也非常的難得 大家有機會可以直接向我們李唐岳醫師提問 先歡迎醫師出場 出日診所簡中專科也是嘉義科醫師 李唐岳醫師 歡迎醫師 嗨 雨婷好 現場的朋友大家好 還有線上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像我們控糖的一個最核心的觀念 大概就融會在這一題裡面 也就是說理論上這四種食物 都會讓你的血糖上升 所以你這個食物的烹調的方式 處理的方法 以及你吃進去的份量 就會是非常的關鍵 像我舉個例子 你把鷹嘴豆整顆的像血淋子一樣吃下去 跟你把鷹嘴豆打成鷹嘴豆泥 對於身體的血糖的變化就是不一樣的 或者是有些人喜歡吃乳製品 你喝牛奶跟你吃優格 對於血糖的波動又會是不同的回事 所以在四個裡面理論上都會 因為它裡面都會有所謂的澱粉 碳水化合物 所以對血糖都會造成影響 但是它的形態就是一個關鍵 再發現在台灣 有糖尿病問題的人 有80%到90% 是合併肥胖症的問題 那這也是當時為什麼要 積極的投入減重的原因 解決肥胖就可以解決糖尿病這件事情 那實際上有10%左右的人 他體重不是重的 甚至他的糖尿病 已經是比這些胖的人還要再嚴重 所以體重這件事情 能不能直接反映你的血糖的狀態 其實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關聯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第一個是你的體脂肪 體脂肪如果高 你的風險就是高 不管是你的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 爺爺奶奶 就是說一二等親之內有糖尿病的人 你糖尿病的風險就是別人的三倍 就是別人的三倍 那在我整間看到糖尿病的部分 也不是說每個都有家族死 有些人其實他的 爸媽到爺爺奶奶 甚至阿公阿祖 他都回想起來沒有任何糖尿病的關係 但是他也得到糖尿病 所以基因會佔的蠻大的部分 但不是一個絕對的一個關鍵 那怎麼去預防它呢 其實基因的表現 可以受到我們後天生活型態的調控 回歸道來說就是 你如果體重不控制 你都吃一些加工的食品 吃一些含糖的飲料 吃一些甜點麵包點心 就算你沒有糖尿病的基因 你很快也會得到糖尿病 大家如果有糖尿病的家人 或自己對糖尿病的一個很大的疑惑 到底我應該吃什麼 或是有什麼不能吃 那理論上 我應該要均衡飲食才會健康 確實說的沒錯 就是我們要均衡的飲食 那回顧頭來講 我們剛才提到的是一個分量的概念 如果你對於糖分耐受真的不好 你要嚴格去限制你這個糖分的分量 但是還是可以吃 不要完全不吃 特別是那種糖尿病 胰島素一代的病人 你不吃澱粉類的東西 你可能會糖酸中毒 就均衡飲食是一定可以做的 但是嚴格要去算這個糖類的分量 熊熊有提到定食定量 這個倒是一個蠻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們剛才講 你只要吃東西之後 血糖就會往上衝 胰島素就會分泌 如果你一直少量多餐的吃 你的胰島素跟血糖 就一直都很高 就不會下降 所以定食定量 不見得說要做到什麼 房間也很多人在講的斷食 或是長時間不吃東西 但是你定食定量三餐吃 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如果你要緩解你的糖尿病 或甚至我們說逆轉糖尿病 不要吃藥的話 體重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在醫學上的研究發現 如果你的體重能夠減15%左右 比如原本一個100公斤的人 能夠減到85公斤 那他就可以大幅的去 穩定血糖跟脫離藥物 為什麼是15% 因為我們剛才一開始提到說 很多人健檢報告都看到有脂肪肝 或是糖尿病和病肥胖的問題 這時候旁邊的一些器官 一定都是泡在脂肪裡面 那這會影響到我們胰島素的運作 那你三高的風險就會增加 所以如果你都減15%的體重 你這些脂肪就能夠被減到 幾乎快消失的程度 對你個人來說 所以每個人體重的基準不一樣 如果能夠減到15%的時候 你就更有機會去脫離這些藥物 那回國突然你就要想一件事情說 我做了這個糖尿病的治療之後 我的體重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 如果你做了糖尿病的治療之後 體重反而是增加的 那我覺得你的風險並沒有減少喔 你只是用這個藥物 也許有飲食的方式啦 只是用這個藥物去 讓你的血糖能夠降低下來 並沒有辦法真的去 讓你的胰島素發揮作用 所以有一天 你沒吃藥的時候 血糖當然就跟著會高起來 所以體重的管理 還要使用對的藥物 我覺得在脫離糖尿病這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 咀嚼能力不好這件事情 跟疾病就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包括在日本或是在台灣 我們越來越強大的老年醫學 就是要讓他有好的牙齒 這個是最最基本 所以你的基本問題就是 這是一個困境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可以去改善的是 我們對於食物的味覺這件事情 所以平常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多用一些會刺激我們口腔的一些食物 它不見得是辣的或是很重油的食物 比如說用一點檸檬 或是用一些蔬菜類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稍微煮得比較爛一點點 讓它爛一點點 它不用磨成泥 它一樣可以用含的方式 用上下的把它壓平的方式 就可以去讓它刺激到它的嘴巴 不只它的味覺可以變好 它味蕾也會感受比較強一點點 不見得說一定要吃到完全糊化的東西 今天非常謝謝李醫師跟我們分享 謝謝大家我們今天的活動 有辦法結束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